作词 李宗盛 开除不了你的爱 种下了我的错 吸不住也解不开 这种感觉不好过 几十年沧桑一晃而过 从来就认认真真地做 在这些匆匆的日子里 梦想从没有看过 从来就认认真真地做 几十年以后长生默默 经过了这些日子以后 还要明明乖乖乖去活 我看见你海洋高 西面有大欲望 不怕罪上种种地主托 只怕心底上有错 错也错不住高山寂 穷部队里又消消灭 可以变成 sou有 冰そ百分之处 bee沿 чувств 深吹紅寶 也无敌 竟然 Подель 包那龐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里的什么人 女主人 你还挺聪明的 那你呢 说呀 你怎么不说了 丫头 下人 伺候人的老妈子 这下听了舒服了吧 我就是伺候人 也要伺候得心甘情愿 伺候人 也不能一天到晚的受气 你太狂了 我告诉你 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迟早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赶出这个家门 讨厌 想不论 我说有志 你去说说书画 妈 你不能只听朱平的一面之词 这次就去怪舒嬷不好 喂 是我 什么一面两面的 我们跟朱萍是什么关系 我们跟舒嬷又是什么关系 这个分量你颠过没有 这事你不给舒嬷打个招呼 今后朱萍来了怎么相处 妈 不管是什么关系 我们也得先搞清楚他们两个人争吵的原因 女孩子都爱叽叽喳喳的 说到底舒嬷欲试知序点 对朱萍让着点事情不就好办了 妈 你不能这么说 凡事都有个是非 舒嬷来我们家时间也不短了 就凭舒嬷的脾气是不会和朱萍过不去的 你也不能断言就是朱萍惹是甚非吗 勇志 在这个问题上你怎么这么糊涂 不管舒嬷对也罢不对也罢 他总是我们家的保姆 你要是长了舒嬷的志气 朱萍会怎么想 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那好 我去找舒嬷谈谈 妈 你们别去 要谈啊 我去谈好不好 行 你谈就你谈 总之我先把话放在这儿 要是因为舒嬷影响了你和朱萍的事 我对舒嬷今后也没好脸色 好好好 我这就去 阿姨 你怎么还不睡啊 姐夫 你快睡吧 阿姨睡不着 阿姨 你怎么哭了 来 姐夫 阿姨要走了 阿姨再也见不到你了 阿姨 我不要你走吗 姐夫 小点声 你别哄了 珠花 你真的要走啊 不 我在和姐夫开玩笑 珠花 不像是开玩笑吗 是不是朱萍什么话伤着你了 没有 那是我妈 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也没有 啊 舒花 我最近忙了点 等我空一点 我就和朱萍好好地谈一谈 消除你们之间的隔阂 说到底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你也别生气了 你休息吧 我还要去打个夜班 我给你煮碗挂面 不用了 晚上剩下两块煎饼 你歇着吧 你歇着吧 好 好 舒花 你把那个包拿给我 今天中午我可能不回来吃饭了 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舒花 你脸色不好 是不是人不舒服啊 是不是人不舒服啊 没有 舒花 你要是有病啊 可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有钱吗 我有 有病去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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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花 这不是舒花吗 舒花 骆妖爷 是您呢 真巧啊 在这碰上你了 怎么 是不是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妖爷进城卖山货去了 刚卖完 我看在这里喝碗豆腐呢 要不咱们找一个清静一点的茶馆 边喝边聊 摆他个龙门阵 好不好 好 钱 谢谢啊 水根这个人天生软弱 就没有主见 当然是降不过他姐夫了 那他同意了 上个月啊 他已经和那个姓正的女人成亲了 成亲了 他成亲了 舒花啊 不是夫妻不同路 大难来了 各自飞 既然到了这步 你就不用牵挂他了吧 妖爷 我不是牵挂 我是想不通 为了他 我把什么都给了他 家也不要了 爹妈也不要了 爹妈也不要了 可他还是扁了心 他还是扁了心啊 舒花啊 常言说 人活一口气 珠活一张皮 既然到了这步 我看你就不必想他了 还是妖爷说的那句老话 陆虽说是坑坑洼洼的 可是听一听呢 他就过来了 妖爷 你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我 妖儿啊 你在城路里要是混得不顺心 我看你还是回家去吧 不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回家 怎么搞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迟早他也会走的 我不要阿姨走 别闹 解放 解放别闹 奶奶在和爸爸说事呢 永志 找个保姆太容易了 何必这么惊惊乍乍的 怎么办呢 妈 淑花是为我们工作的 我应该对她负责任 再说 淑花当初到我们家来当保姆 是组织上同意的 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我们怎么向组织交代 看你说的 都二十好几的人了 不会出什么事的 你放心吧 我出去找一找 永志 你不是说今天晚上有点东西要写吗 晚上回来以后加个夜班吧 你都打了好几个夜班了 随着去 走 奶奶带你上街买花生米脆绷绷的又香又甜好吃着呢 我要你带我去找赵姨 快听话 奶奶跟你说 赵姨有事不回来了 你活人 赵姨说了 她回来要给我夹小红帽的故事 赵姨不好 让奶奶赶走了 赵姨好 赵姨就是好嘛 解放 你怎么又不听话 你再不听话 你再不听话 不听话呢 我要让赵姨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我要让赵姨 这不是书花吗 张厅长 今天有兴致到这看风景来了 怎么了 闹情绪了 说给我听听 张厅长 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个工作 换工作 为什么 勇志吗 是我 我在街上碰到书花 他让我给他换个工作 他情绪很不好 问了他半天 他不肯说 你们是怎么回事吗 还不是因为朱平和我妈 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你先把他留住 我马上来 医生 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问题不大 有点轻微脑震荡 病人现在需要卧床休息 李同志 李同志 你怎么了 说话 小点声 他需要休息 李同志 谢谢 谢谢了 小心点 伯母 你身体不好 李同志 又是为了我摔伤的 无论如何 让我把他照顾好我再走 我绝不会赖在这儿的 真的 伯母 我敢对天发誓 你别这样 我真不会赖在这儿的 起来 起来嘛 坐吧 秀秀 秀秀 秀秀来了 大神儿 快吃点橘子 大神儿 你别忙 没什么 妈 还不是为你的亲事在屋里生闷气呢 秀秀啊 光远的婚事就全靠你了 大神儿 你别说了 这是我应该帮忙的 秀秀啊 真是难为你了 大神儿 别说客气话了 这也是光亮弟弟临走时候嘱咐我的 秀秀 我们赵家对不起你 可你 你不计较 千方百计 帮我们光远的忙 大神儿 真不好意思 大神儿 我 我不怪你们 要怪 怪我命不好 好 李同志 你怎么样了 李同志 你别起来 别说话 都怪我 不 都怪我自己不注意 你别哭嘛 这一点点小伤 跟当年打仗比起来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你喝点鸡汤吧 这是我刚给你炖的 好 找说话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我真不明白 你这个人脸皮为什么这么厚 既然走了 又回来干什么 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了 你要我说什么 你究竟安的什么心 我能安什么心 我只求尽心尽力的巴黎同志的伤照顾好 报答他对我的关心 你还知道报恩 勇志他为了你上成这个样子 你倒是好 放过来冲好人 我没冲好人 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都没有发脾气 你都脾气不小 我问你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走不走 不关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 好 咱们走着瞧 只要是李家的事我都得管 妈 秀秀来了 秀秀 坐 快坐吧 秀秀 坐吧 妈 爸呢 不舒服 在屋里歇着呢 秀秀 光远的事你去跟他们说过了吗 成了 我表妹答应了 她爸也算点头了 是吗 秀秀 秀秀 你吃吧 光远 去跟爸说说 爸 还是让秀秀跟爸说吧 她说的比我清楚 我看还是你自己去 你们别糊弄我了 爸 是这么回事 你说吧 你要说什么说吧 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背着我谈什么浑事 谈什么结析 爸 别以为我耳头聋了 听不见 我们赵家再倒霉 谁也别想深寻而入 赵大贝 爸你这是 秀秀 秀秀 你坐下 你坐下 秀秀坐下吧 你把这个事跟我爸慢慢的说清楚吗 他爸 你冤枉人家秀秀了 人家秀秀是一片好心 可人家没听到你一句好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是这么回事 秀秀是为了我的婚事 弟弟临走的时候 再三主托人秀秀 要帮我这个忙 他托秀秀 帮你什么忙 你就明明白白的说 我的腿摔伤以后 亏了光亮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医生说要是再不来治的话 就要锯掉半截 还要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说这些了 我是说你的婚事 婚事 是这么回事 爸 我的腿摔伤以后 弟弟很着急 他担心老是瞒着人家鲁家 万一人家知道了会更麻烦 他在家里头又找不到人商量 心里闷得慌 有一天秀秀问起这个事 他就把这个事给人家秀秀讲了 你说巧不巧吧 那个鲁桂枝是秀秀的一个远房亲戚 后来呢 后来 广亮说 书华跑了 他又要去当兵 怕我的婚事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和妈受不了 就厚着脸皮 求人家秀秀帮忙 我们怕这个事万一弄不好 你会怪人家秀秀 所以就一直瞒着你 直到今天 秀秀把鲁桂枝他爹和鲁桂枝全说通了 连婚期都定下来了 才跑来向你报喜 我怕我说不清楚 把秀秀喊来 让他跟你说 本来想让你高兴高兴 没想到你 你 你怎么能这样呢 赵大北 大婶 我走了 不过到时候我还会来帮忙的 你 你冤枉人家秀秀了 你真是 你别说了 你也太不讲理了 你也别说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必跟书花过不去吗 其实你们之间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相互让一让不就行了吗 不 这个女娃子太讨厌了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我就心烦 可以说我现在一分钟也不想见到她 朱平 为人处事 度量还是大一些 书花是乡下来的 和城里的人是有点不一样 怎么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处处老护着她 真是天大的冤枉 我护着她干什么 说句公道话 在你和书花的问题上 我 特别是我妈 应该说已经有些 对你有些迁就了吧 是吗 我怎么一点也没感觉到 李同志 吃饭了 来 她自己能起来 说话 我自己起来吃 慢点 慢点 她早走一天 家里也早一天清静 免得朱平老在我耳朵边唠叨个没完 妈 您不能总是听朱平的吧 怎么能不听呢 好歹她是我美国门的儿媳妇 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 你说对不对 妈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这个朱平她也太过分了 在医院里 成天平白无故的给人家书花脸色看 人家书花全都忍下来了 每天从家里到医院 来回要跑好几趟 带解放做饭还要照顾我 人家没有一点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可朱平呢 她凭什么跟人家过不去 话又说回来了 我还没有和她确定关系 她就一点容人的度量都没有 凡事都要按着她说的话去办 将来呢 她也太不像话了 人家是姑娘家吗 哪会没有一点毛病呢 再说你是结过婚的人 年龄又比人家大那么多 你就不能让着点吗 妈 我在她面前让的已经没有路了 为了搞好她和书花的关系 我把什么话都说尽了 我就差求她了 开始她想让我把书花撵走 说是书花伤害了她 我答应去说服书花给她赔个不是 可她不同意 后来我又求她让她给我点时间 等我跟组织上打个招呼 给书花找个工作 可她还是不答应 非要让我马上把书花给撵走 我记得 你以前经常跟我说 凡事都不能做得太绝情 人嘛总要讲点良心 可 可 可这么讲下去 事情就麻烦了 这有什么好麻烦呢 今天上午我听朱萍的口气 这家里是有她没说话 有说话没她 妈 她真是这么说的 可能是赌气吧 岂有此理 给我接银行 对 要出纳科 朱萍娃 我是李永志 下班以后 你到我这来一下 说话 我不是要赶你走 这事我也挺为难的 朱萍这孩子个性太强 你们俩怎么老是僵下去 我担心她和永志的关系 伯母 你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说过的话 一定不会反悔 我明天就走 永志吃饭了 妈 我不想吃了 少吃点 少吃点嘛 你今天怎么了 说话呀 妈 妈 我已经想好了 书花不用走了 你 李同志 不是的 不是伯母叫我走的 是我自己要走的 书花 你真的不用走了 不是 刚才我已经给朱萍打了电话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 您 您以后也不用再为这件事情操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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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Zither Harp 走 轿子停下 新娘子 给点过桥钱吧 不给 伙计们 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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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 新娘子给过桥钱了 回去吧 走 新人到此 巨马还乡 天无计 地无计 人无计 石无计 江太公在此诸神回必 起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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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把 起车 起车 金狼 金狼 贵导 金狼 贵导 大宅 登坛 小踏四高 年年买地方 转 一拜天地 二拜祖国 跪下 拜 三拜高堂 一拜 二拜 再拜 夫妻对拜 再拜 一拜 夫妻入洞房 谢谢了 谢谢李妖爷 谢谢 你不好走 不好走 不好走 我们哥俩再喝一杯 喝一杯 好走 这个酒可是好酒 王远 看你爸高兴的样子 姚爷 这人生有三件大事 东方华族夜 亲邦法明提 亲邦法明提 老来得鬼子 得鬼子 算了 成仆老弟 你虽说没花什么钱 可是这酒席办得好热闹 我祝贺你明年抱一个胖孙子 这也是脱牢所中的福 对 我让光远一串一串的生 多子多孙多福 来 儿孙满堂 来 妈 秀秀姐怎么没有来 是啊 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 我去请她的时候 她亲口答应我要来的 我给秀秀留了菜 等会收拾好了 你给她送去 好 秀秀姐 我的大喜日子 你为什么都不来 真妹 我太忙了 我不相信 就是有天大的事 也不至于连喝口喜酒的空都抽不出来 真妹 你不要生气 我真的是有事 好 好 就算你有事 现在我把菜给你端来了 酒也给你带来了 这下没话说了吧 真妹 我现在不饿 待会吃好吗 不行 秀秀姐 要说没人 你才算是我和光源真正的没人 人家说谢美酒没人要喝三百杯 你今天无论如何三杯是少不了的 我不会喝 你要不喝 你要不喝 我可真生气了 快喝吧 喝 我喝 我喝 秀秀姐的酒量还真不小 慢点 秀秀姐 哪有这么喝酒的 先吃点菜再喝 秀秀姐 秀秀姐 你快吃吧 秀秀姐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光源 东边婆婆家是三十 李婆婆家是四十 桂枕 给秀秀送菜去了 去了多久了 有好一阵子了 在路上一定要小心点 我说光源 你干什么不跟他一道去 爸 他们是秦表妹 在一起总是要说说话吗 说什么 有什么好说的吗 就是不能让他们说的太多 女人的话嘛 一说起就没完 他们一高兴 陈芝麻烂骨子的事都会抖露出来 特别他跟秀秀 多接触了 没什么好处 我说老张 你都当上大厅长了 怎么还穿这身军装 你也不怕人家说你吐气 这身军装穿了多少年了 你让我猛的拖下来还真有点不自在 也是 说真的 老张 你老大不晓得了 怎么还是一个人 难道就没有一个看中的姑娘 实话对你说吧 给我牵线搭桥介绍的还真不少 可看中我们什么 看中我这个厅长的头衔 看上我们提着脑袋打江山的资本 我说不定 勇志 我算是想通了 还是用我们部队的老作风 扎扎实实的找个能过日子的婆娘就行了 你说呢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 我要是找的话 就找一个本本分分的 爱这个家 爱梦月留下来的孩子的姑娘 从前我跟着你走过这山坡 望着对你何苦不苦 许多年以后又在这经过 我们还是用的 不吴急区333 交往下一次的姑娘 啊 西瑩 去救回了我还没有错 走过来也是你 现在多样没有把握 依然晃晃的脸庞 打满了别人的对错 走过去的日子 你没有说什么 睡觉会我不再沉默 走过来寒泪的雨 却在笑着对我说 自然就去花药 除了花药还满过 在以后的日子 你没有告诉我 去救回了我还没有错 啊 economies 这也没有错 我也会 ultrasound 对象对ina